听说天喜的自助晚餐又上新菜了 这个长周末呢 我就带着家人一起过来尝尝鲜 现在才6点 门口已经开始排队了 没定位的我呀 等了20多分钟 终于被安排进来了 所以大家最好还是定个位 天喜的晚餐呢 大人34块99一位 小朋友的话 6到12岁是19块99一位 6岁以下是免费 这个价格能吃到啥 咱们一起来看一看 我进来的时候 刚好是第一波还没吃完 第二波还没上来 所以东西不是很多 先拿一圈 螃蟹呀花甲呀 还有这个樱花虾 麻辣偶片也来一点 还有这个炸鸡也来一点 第一波不用先拿太多 很多人其实没发现 这个樱花虾的价格其实是很贵的 这樱花虾的口感呢 是很弹牙的 它是可以直接生吃的那种 所以拿这个稳赚不赔呀 螃蟹呢 有不辣和辣的两个口味 我只拿了辣的 没有是不辣的 感觉呢是比 富寇的螃蟹味道还是好吃不少的 我家哥俩是只奔着碳水吃的 一个来了一盘炒饭 一个来了一盘炸馒头 就着炸鸡吃得贼香 说非常好吃 吃四处想要浮腔进浮腔出 那必须得是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 眼瞅着这厨房里新出了盘子 唉 是龙虾 快快快快快 这种好东西呀 基本上就是出来就秒空的 大家看看这龙虾多新鲜的样子 口感呢也是非常的弹牙的 老板是真下雪本的 拿菜的时候呢 看呢 呦 这什么好东西呀 看好羊排呀 这个呀就是师傅拿着盘子 每桌发的 哇 赶紧回去等我的羊排 你看 这羊排还是蛮鲜嫩多汁的 真的是很可以 在拿菜呢 发现 嘿 还有这个小鸡炖蘑菇 听说呢 这个是盲盒菜 每天有几个盲盒菜不固定的 今天还挺幸运的 旁边呢 有这么一个大酱骨 也是妥妥的东北人的最爱 酸菜大骨呢 我老公看到就非常满意的点头了 我尝了一口 觉得有点咸 不过老公说 东北的这个酸菜大骨 就是这个味儿 就是咸的 那咱就来点米饭 一起下饭吧 这冷面太地道了 就这外面餐厅单点 怎么也要一碗十七八糟吧 太好吃了 我还跑去蓄了半碗汤 酸酸甜甜的汤 蓄腻消失 绝了 最后再啃个玉米 吃个西瓜 结束战斗 今天我觉得我是赚了 好了 关注兔子姐 带你吃喝玩乐 聊北美